第25题,于先进行电解水的实验,其装置如右图收集到XY两种气体的体积,如右图左所示,若将此直流电源改接到如右图右的电镀装置,进行灭片镀桶,应如何正确连接和选用电镀液。 那我们晓得电解水的时候,氢气跟氧气产生的体积比是2比1,所以根据图所示,知道X气体是氢气,Y气体是氧气。 我们又晓得我们的氢气是在负极生成,氧气是在正极生成,所以我们的甲电极就是负极,我们的乙电极就是正极。 而我们要在镊片上镀桶,我们的金属都是在负极生成的,所以呢要在铜片到在负极生成,所以我们的镊片呢要放在了负极,那么也就是要接在所谓的甲电极,而我们的铜片要放在正极,也就是接到所谓的乙电极。 而我们要在镊片上镀桶,我们的电镀粒就要选含有铜的电解质,比如说硫酸酮。 因此,第25题问我们说,因如何正确连接和选用电镀液,我们答案选的是株,甲级接镍片,乙级接铜片,电镀液选用硫酸酮容易。